心裡愛的在哪裡 你敢知道我的思念你 前進的海風聲 夢魂一個真無看 看他黏著你的影響 你一定真勇敢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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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你 我真是有夢中看著你 白丹台 丹台 丹台你這麼多年 肯定回到你的心裡 奸緊回來你的心裡 仿前來救你的命 思念教你的幸運 海風來追踩歌 美中冠近來的血涵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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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各位海友知山望路電視的朋友 大家好 好 今天是2006年 1月30號 台灣時間是最后的拜六 啊啊啊啊 這個 這個蔡英文那現在動選 2006年 超過16年 總統的選舉 來動選的 中華民國第14年總統 那麼這個背後 我們來看他為甚麼 很多台灣人可以來支持他 動選中總統 我個人 在蔡英文 當然是在陸委會 或是參加WTO 做我們台灣中華民國的談判 我會叫他來台中 來演講 因為我這麼久 我不記得 但是 他來台中 來演講的時候 我當時還在社務中心來服務 如果我去參加他演講 我當時有來幫他提出花運 這個問題 我會記得我當時 我對他的這個花運 或我用強烈的態度 來給他這個花運 當然 當時 我是看著他 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當然 他要來對我們台灣跟外國來談判 當然這是我這個印象 好像一個女孩子 那麼 我一陸對他的這個觀察 那麼他在八年前 他來代表民進黨來參選總統 我是個人的看法 他覺得說 比較 如果說是比較深色 也可以這麼講 那我是覺得他 還沒有開票之前 他就說 我們就動算那個味道 所以他過去 我去年輕人的 在競選總部 服選林波隆的兩任市長 跟宋楚瑜省長 在台中的總部 我個人的 從菜鳥 這個服選 到第二次開始以後 我比較有經驗了 我就發覺到 不能夠 在選情的時候 不能夠 比較大意 就是說 我一定動算 所以我 看他 八年輕人的做法 如果到這次 的競選 我就發現 他 有比較欠比一下 所以 這個就是 人 在選舉 進行 不要說 我一定動算 一定要開票 你 動算 就是動算 不過 這個 蔡英文 他 有 這個 意志力 我個人 也觀察到他 在這個 八年 前 這個 失敗以後 在民進黨 都 跌入 谷底的時候 那麼 他 肯出來 代表 這個民進黨 來 從負債 兩億 能夠 翻盤 那麼 讓 台灣 很多的 這些 老百姓 都 感動 而且 能夠 慢慢的 接受這個 蔡英文 這一個 對 我們 這一個 台灣的 這個 民族 自由的 貢獻 那麼 相信 這就是 一個人的 改變 那麼 一個人 從 比較 我 說的是說 如果你有自信心 那時候 OK 如果說 你很驕傲 那麼 就是 注定會失敗 那麼 因為 他能夠改變自己 當然 我個人 我在 我們 網路電視 我也一直在強調 過去 我也曾經 談過 這個 蔡英文 他的這個 做法 那麼 這個就是說 我們的 一個 經驗 那我們 提出我們的 看法 那麼 這一次 能夠 當選 這個 總統 呢 那麼 其實 背後呢 我們 也可以看出 很多 除了他個人的 這個 努力的根源 跟他的這個 意志力 那麼 很多的 老百姓 為什麼能夠 支持他 那麼 甚至呢 我發覺到 很多知識分子 那麼像醫生 我 我有好幾位 醫生的朋友 那麼 當然 我比較 好的這個朋友 不管 男的醫師 或女的醫師 當然 兩三位 的這個醫師 那麼 其他我認識的 點頭之交的醫師 那也是很多 那麼 那麼從談話的 當中 那麼我發覺到 啊 就是說 他們呢 都會 肯定 這個 蔡英文 那麼在 我們 台中 那麼 有一位 創造人的 這個醫師 那麼我們說 上帝創造人 那麼其實 醫生啊 來創造人 的這個醫師 那麼在三十多年前 他就 做了這個 這個 四管嬰兒的這個 這個 禮貌性的醫師 那麼 禮貌性的醫師呢 我個人呢 啊 也是 有認識 那麼很多 想要生孩子的呢 那麼都生不出來 啊 我記得 我看到那個電視 有一位 這個 黃信文 啊 這個 名嘴呢 那麼他也在電視上說 好 他為了要 這個 生個小孩呢 那麼 做了很多次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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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的 這個 做法呢 都沒有辦法成功 啊 我不知道呢 這位是 去找哪一位醫師 那當然呢 我們在台中 啊 有這樣的一個 創造人的 這個醫師呢 啊 李莫勝的 李醫師呢 那麼他 其實呢 呃 他 對 蔡英文呢 的一個幫助 其實呢 他是 從以前呢 啊 對小英的這個 看法呢 呢 那麼慢慢呢 他一直呢 都 在做這個 支持 小英的 這個 工作 齁 就是 有一位 台中神明的醫師 啊 這個幫他呢 來這個 住行 然後呢 來曝光 那麼這個醫師啊 當然這個是 李茂勝醫師啦 那 講到這個醫師呢 我們這個 網路電視 海洋之聲網路電視的 張其中 張醫師 那更呢 對這個 小英啊 對這個幫忙 這個呢 我們呢 是大家 有目共睹 那為什麼呢 會醫師呢 都來支持 這個民進黨 我相信呢 這個一定呢 有這個道理 那麼這個呢 我們呢 我相信呢 我今天 我也不必去講這個 原因 因為我今天 我看到的就是說 台中有這樣的 一位 醫師 他能夠呢 在背後 從過去一直呢 都在幫助這個小英 那麼今天的曝光 我主要就是來 談談呢 這個 李茂勝醫師呢 他從事幫助 蔡英文 還有他個人的 這個理念呢 我想今天 我就利用 海洋之聲網路電視的 這個台灣前的節目呢 那我來跟各位呢 來做一個 報告 一個探討 那麼 李茂勝醫師呢 的這個宿管英文 我據我知道 這三十多年 就開始了 那這個前台灣呢 每三個 的宿管的寶寶呢 那麼 有三個 每三個呢 是出自於這個 這個 李茂勝 啊 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醫技 喔 他的這個 呃 寿管嬰兒 每三個 寿管嬰兒呢 就有一個呢 是由他 來做這個 寿管的嬰兒 成功的 那麼他不但呢 是 他的這個 這個 醫術 出名呢 他背後的 這個 醫界的 這個人脈呢 更是呢 這個 小英 這一次能夠 聖賢的 關鍵之一 那麼在 這一次 喔 可以說 幾十年來呢 最寒冷的 這個 這個 寒流呢 籠罩在我們 台灣的 這個 前島 那麼有 呃 呃 李茂勝呢 他的這個 醫院呢 在1月24號 的這個 上午呢 那麼我們可以 了解到 這個 1月24號 那個 溫度呢 可以說是 只有 五度左右 喔 那 台中市 的這個 北中期呢 在這個 寒流的 五度 的情況之下呢 確實呢 有非常 熱鬧的 這個 呃 情況呢 那麼在 台中市的 北中期呢 來 出現 那麼 那麼 李茂勝 他 這個 自己的這個 意願呢 就是 茂勝的意願 那麼 這一 這一天呢 也 有這個 醫界的 還有 企業界的 還有政界的 還有學界的 等等呢 各界的這個 代表呢 還有呢 啊 最 矚目的呢 也就是說 從 李茂勝醫師的這個 這個 醫技 來創造出來的 寺管英文呢 他們呢 從 世界各地呢 回到了這個 娘家 好 那麼 這一天呢 在街角 人潮呢 從廣場 到這個 馬路呢 這一天 寒流的 這個 這個 情況之下 有 非常熱鬧 強強棍的 這隻 啊 這個 人氣呢 這樣的一個 情況之下呢 逼著警察呢 還要出動 這個 警員呢 來 維持 這個 熱鬧的 這一些 這個 次序 那麼在 這個 開幕的 這一個 啊 當天呢 啊 我們在 這個 寒冷的 這個 天氣 五度的 情況之下呢 擁有呢 大概 近千人呢 在這個 北屯基的 這個 茂勝醫院 啊 這個 附近呢 那麼人潮呢 可以說 啊 是 非常的 這個熱鬧 那麼還有呢 超過 兩千名的 這些 啊 醫師呢 那麼這一天呢 不僅是 中部的 這個 醫生幫的 一個 聖會呢 就連 啊 現任的台中的 市市長呢 林佳龍 還有 新科 的 這個 立委呢 蘇嘉全 還有呢 時代 力量 啊 拱出來的 這個 這個 台中市的 這個 立委呢 洪慈庸 還有 蔡毅瑜 還有呢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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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委呢 還有 張廖萬江 等等呢 中部 地區的 這些 呃 立委呢 都 積聚呢 在這個 北屯區的 茂盛意願 啊 那麼 甚至呢 被外界認為呢 政治立場 偏然的 啊 這個 聯電王毅的副董事長呢 仙明智 還有他的 公子呢 啊 啊 仙 仙成友呢 也在 韓龍的 細語當中呢 啊 來到了這個 台中呢 來參加 這個 啊 茂盛意願的 這個 啊 一個開幕的 啊 這個聖會 那麼 新當選的 這個 總總統呢 蔡英文呢 他呢 也在這個 卸票的 行程 啊 滿檔當中呢 特別呢 敢來呢 主持 茂盛意願的 一個 開幕 這個 剪裁 那麼為什麼 蔡英文呢 他當選的之後 第一個 剪裁的活動呢 會在這個 啊 這一家 這個不算 規模很大的 這個私人醫院呢 啊 來 剪裁呢 我們呢 就來了解一下 齁 那麼 我們來看看 這一家醫院 這一家醫院的 這個 啊 院長呢 李茂盛喔 那麼他 可以說是 台灣的 升職 醫學的 這個前衛 專攻呢 不印證 行醫呢 到現在呢 已經有三十多年 所創造的 寺館寶寶呢 包括各種 不同膚色的 人種 遍佈了 三十六國 人數呢 超過 一萬人 那麼 東南亞國家的 副總理 警政署長 還有 中國的 高官的政要呢 還有 演藝界 名人呢 都曾經 在他的 這個協助之下呢 來順利呢 得到這個 質疑 那麼 去參加 啊 這個開幕的 台中市的市長 林佳榮呢 他就說 那麼 他是呢 大選 拜選之後呢 這個 林佳榮呢 他就說 他說 這個 台灣喔 的包生公啊 是因為台灣呢 每三個市館嬰兒呢 那麼就有一個 市館嬰兒呢 就是呢 從 這個 台中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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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茂盛呢 他所 這個 這個 創造出來的 這個 這個市館的 寶寶 那麼 在婦產科的領域呢 他也是呢 逃離滿天下 這個 這個李茂盛呢 曾經是 任教在 中部的中國 醫藥的 大學 還有中山醫學大學 還有台中地區 開業婦產科診所 跟大醫院服務的 這個 這個 婦產科的 醫生 那麼 有三分之一 的這些 啊 醫生呢 都是 李茂盛的學生 包括呢 縣任民進黨 這個 這個 護理部的主任 這個 這個 林建宜 那麼 林建宜呢 他也是 這個 不應證的 這個醫師 那麼 也是呢 啊 李茂盛的 這個學生 那麼 他呢 是一個 啊 不應證的醫師 也是呢 得 這個 李茂盛的 一個得益的 一個門神 那麼 這個 一個名醫啊 那麼 是他呢 被外界熟悉的 這個 身份 那麼 他是一個 啊 醫生 那麼 另外一個呢 很重要的呢 就是 大家 大概呢 啊 沒有去注意到的 也 不為人知的 身份 這個 李茂盛 醫師啊 是 擔任了 台中市 小英之友會的 總會長 那麼 到現在呢 長達了五年呢 擔任這個 小英之友會的 這個 總會長 那麼 他 在 台灣呢 在台灣的 台中呢 來 深耕 立挺 這個 拜選者 啊 那麼 在 這幾年中呢 讓小英的 這個 資友會呢 有超過了 十萬個人 那 這個呢 我們 就要從 兩間呢 呃 零一十二年呢 呃 呃 這個 總統大選 我們 開始來談 那麼 有關 蔡英文拜選呢 那 還有 這個黨主席 前台灣各地的這個小英之友會呢 那麼 也都是呢 啊 陸陸續續呢 來解散 唯有呢 這個 這個 台中市小英之友會 是 唯一 不願意 來解散的 小英之友會 那麼 那麼 蔡英文呢 曾多次呢 在公開的 場所呢 這樣呢 來提起呢 啊 這個 李茂盛呢 他 一路呢 來挺這個 小英 那呢 我們 先來看看 這個 李茂盛 那麼 這個李茂盛 他呢 是 1950年代 1950年代 1956年出生的啦 那麼 他的學歷呢 就是 是日本的 東方大學的 醫學的 博士 他的經歷呢 就是 中山 婦社醫院的 婦產部的主任 啊 他的 現職 也就是 這個 中山醫學大學 婦產科的 這個 教授 還有呢 茂盛醫院的 院長 那麼 那麼 如今 他的 這個 啊 組織呢 在 台中呢 有35個 婚會 也就是說 台中市呢 小英 之友會呢 總會 的一個 一個 婚會呢 有35個 這個 啊 啊 婚會 人數呢 超過10萬人 這個 不僅呢 這個 會員數呢 啊 之前 台灣小英之友會 啊 的冠軍呢 那麼 也超過了 民進黨呢 在台中的 其他的 啊 這個團體 那麼 生根 這兩個字 可以說 生根的 這個 能耐 連呢 許多 這個 政治人物呢 都 忘成莫及 所以呢 啊 這一個 啊 李茂盛呢 對於 這個小英之友會的 五年來的生根啊 四五年來的生根 那麼 可以 知道呢 他對小英呢 啊 的一個幫助呢 他是呢 有 遠見的 那麼 在 這一天的 他的 鬧勝意願的 開幕呢 這一天非常的寒冷 但是呢 這個 這個 蔡英文呢 他頂著 寒風 面對的 現場的 民眾呢 是對他呢 喊 總統好 總統好 那麼 他在剪裁的儀式當中呢 呢 很感性的 啊 來表達說 在過去呢 很艱困的這個時候呢 那麼 李院長 也就是李茂盛的 啊 醫師喔 李院長 一直呢 是跟大家呢 站在一起 他不但呢 會幫助人呢 生小孩 也會幫助一個政黨呢 重新再起 他會這樣的說 是因為呢 在這個 啊 四年前 民進黨的大選失敗之後呢 李茂盛呢 不僅呢 持續擴大小英子友會 也站在呢 側翼的角色呢 給予許多的 啊 這邊 協助 那麼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麼根據 一位這個 利盈的人 人 人士呢 來透露 就是李茂盛呢 啊 浮顯小英的這個 用心啊 啊 只能呢 用 急功近贅呢 的四個字呢 來形容 那麼 那麼 井上天花容易啊 喔 血忠順 呢 是困難的 更何況呢 一般人呢 總是呢 怕在這個政治上呢 啊 那個 壓錯了邊 那麼 或是呢 被人呢 來貼標籤 所以 台灣的 許多的民意啊 跟各政黨呢 就保持呢 等級的這個關係 不敢公開自己的 這個政治的傾向 就是呢 不想呢 被 貼標籤 還有呢 沒有人口詩 但是呢 這個 啊 李茂盛醫師呢 啊 他為何呢 啊 來押注這個 敗選的人 不但呢 站出來擔任 總會的會長 還沒擴大呢 投資 投注 投注 這個 這個呢 我們就來看看呢 我們就來看看呢 他 是什麼呢 是因為 我認為呢 台灣的意識呢 要增強 只有呢 選舉的時候呢 才做 那是不夠的 外表看起來呢 外表看起來呢 像是 林家的 歐醫上的 這個 啊 李孟勝醫師呢 呢 以往呢 接受媒體訪問呢 就是呢 聚焦在 醫學界 的一個專業 那麼這一次呢 他是首度呢 願意呢 來 談論這個 政治的議題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呢 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早期啊 這個黨外的五胡將 這個李萬金 這個李萬金 是李孟勝呢 引民 口無鄉的 這個親戚 那麼當年呢 李萬金 遭到這個 政治迫害的 這個印象呢 升值在他 幼小的 心靈當中 加上呢 高中就讀 屬有台灣民族聖地的 之稱的 嘉義中學呢 那麼他 中學的這個階段呢 就開始呢 大量的閱讀 黨外的這個雜誌 跟同學一起呢 來聽這個黨外人士呢 來演講 所以他的 政治的啟蒙呢 當然呢 比一般人呢 更早 那麼 他是出生在 口無鄉 我們知道這個 口無鄉呢 是 好像 我記得 口無鄉也是很貧窮 我也記得 我很早很早 我有擔任 台灣日報的記者呢 我也曾經 根據 一位跟我提訴的這個 口無鄉的人呢 那 我曾經呢 報導口無鄉 有一個 貧困的這個 報導 所以 對於這個 口無鄉 那我呢 也有 這個深刻的印象 那麼他在 小時候呢 他因為呢 家庭貧困 他沒有錢呢 繳這個 學費 所以他 在這個 教室外呢 來 旁聽 旁聽的 一站呢 就是一個月 那麼因為呢 這個 李茂盛出生 啊 貧困呢 那麼貧困 連 註冊會呢 都 繳不起 所以 被老師呢 趕到這個 教室 外呢 那麼 他的 父親呢 是務農 就 牽著家裡 唯一的 一條 鳥 要他呢 到市場 變賣 來 籌措 這個 學費 但是呢 啊 這個李茂盛呢 他在幼小的 心靈呢 那麼他就想 這一頭牛呢 是家裡 經濟的 來源 賣掉了 家中的生活呢 將 沒有辦法呢 來 維持 這個家計 等等 那麼最後呢 他又把這一條牛呢 那麼牽回家 所以 那一種 那一種 這個 苦楚呢 深刻的 這個 這個 烙印在他的這個 心裡面呢 當然呢 他永遠呢 都 不會呢 抹滅 當然呢 都不會呢 來 忘掉了 這樣的 一件事呢 那麼 沒有錢呢 在教學會呢 他呢 就只好 在教室外呢 來 旁聽 那麼一站呢 就是一個月 這個老師呢 看他 忠實呢 進不了這個 教室呢 卻呢 在窗外呢 認真的 這個聽課呢 知道他是 真的呢 想要念書 後來呢 才讓他呢 進入這個教室 之後呢 他一路呢 練到這個 醫學院 還有呢 赴日本呢 來留學 那麼這一些的 這個經費呢 都是呢 由他的 哥哥呢 來幫助他 才能夠呢 順利完成這個學業 那麼 因為呢 他長年的 這一個 關心政治呢 他也清楚呢 這個 國民黨 在地方的組織呢 這個派系呢 是 這個強大 那麼 民進黨呢 如果在地方上面 來建立這個組織呢 那麼必須呢 要靠比較 中駐的這個團體 來做運作 那麼 加上呢 啊 這一個 呃 李茂盛醫師呢 在他成長的這個 背景呢 呃 背景 成長的這個背景呢 他也深深的 能夠呢 了解 啊 這一個 這個社會的比承 還有弱勢 族群的 這個 這個處境呢 所以呢 他特別呢 把關懷弱勢呢 作為 組織 發展的一個 重點 四年前 這個 這個民進黨的總統 拜選以後 這個 呃 李茂盛醫師呢 那麼他決定呢 把小英之友會呢 轉型為 地方上的 公益的團體 那麼 那麼 當醫生啊 當然 啊 比較 有錢呢 但是 很多醫師呢 有錢呢 也不敢 給呢 但是呢 李茂盛呢 他敢 敢給予 但是呢 他不去碰這個政治 那麼組織呢 堅持呢 不讓這個黨部的 這個幹部呢 來加入這個組織 所以呢 他 李茂盛的這個 堅持呢 就是呢 不讓這個 黨部 也就是民進黨的這個黨部呢 來加入 小英之友會 喔 所以他 透露了這個關懷地方的這個弱勢的民眾 讓原本呢 反對 或不認識 小英的人呢 願意呢 進一步呢 認識他 但他 也堅持 也就是說 李茂盛的意思呢 他是 有堅持的 他是 要做公益 那麼 就必須呢 跟政治人物呢 保持 距離 所以呢 他 為小英之友會呢 定下了 首要的原則呢 就是呢 不要讓 政治人物呢 參與 這個民進黨呢 現有的公職人員呢 因此呢 全部呢 被排除在 小英之友會的 這個組織 這個團體之外 在四年多來 他們在廟會 或是登山布道的 布道口呢 來設置 這個攤位 在混演過節 在混演過節 半週請街友呢 吃尾 啊 中秋節呢 來送這個月餅 幫助弱勢的民眾呢 做身體檢查 等等 等等 那麼在 那麼在 韓流的 最近的這個韓流當中啊 他們呢 也舉辦了 各種呢 東面救濟的這個活動 這個每年的過年之前呢 他們在北層區的四十二個梨 每個梨呢 也提供了十個名額 給他們呢 十公斤的這個梨 還有一瓶油呢 還有每一個人呢 啊 花一千塊的這個紅包 來鎖定花放的這個對象 那麼是真正呢 需要幫助 且呢 因某些因素呢 領不到政府補助的人 來給他們呢 做這個 啊 花放的一個對象 那麼生物這個基層 來雜根的這個行動 有著呢 潛移默化的這個效果 也就是呢 讓這一次 啊 兩千年一十六年的這個 總統的這個大選呢 啊 蔡英文呢 能夠在台中市呢 啊 大贏的對手 有三十六萬票 來創造呢 立志的這個 選舉 立贏 立贏 的這個對手 最多的一個紀錄 那麼 啊 啊 如果可以這樣講 那麼李孟勝呢 也可以說 是呢 幕後的這個推手 之一 啊 只是呢 高達十萬人的這個組織呢 要維持這個運作呢 可說是呢 啊 十指好 十指好緩 十指好緩 光是呢 制工呢 就要 兩百多位 多位的這個制工 幾萬各種活動呢 那麼都需要經費 這個開銷呢 是不小喔 所有的組織呢 還有活動的這個經費呢 有一部分呢 是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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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逃腰包 其他的呢 就是他透過了人脈 從企業界 還有呢 醫界的這個朋友呢 呃 來募集呢 得來 這個小英之友會的執行秘書 那麼 啊 這個 呃 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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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戶,還有從各個地方來募集 來做這些活動 另外來看看有關於在地方台中來深耕的地方人士 透露就是說李孟勝醫師他積極地浮選蔡英文 還有之前的蘇嘉潛還有林佳龍競選台中市長 還有前副總統李秀蓮創辦益山週報 李孟勝、李醫師都有出錢出力 透過李孟勝的人脈還有號召 很容易把既有影響力的企業人士能夠聚集在一起 來為這些政治人物來做幫助、來做浮選 他雖然出力但是他始終非常低調 他認為不求人講話才夠大聲 也就是說他出錢出力來幫這些政治人物來做浮選 但是他不求人 所以他才講話會大聲 這個就是他的信念 那麼中時有企業界的朋友來相助 他也自己常常掏腰包 這一點也就是出自於民意高大臣 他是這樣的肯定 李孟勝、李醫師說他也常常自己自掏腰包 那麼在2014年 林佳龍當選台中市市長 李孟勝有席開了一百桌請人協助浮選的志工 那一稱他自掏腰包至少要花掉上百萬元 但他都默默的付錢不會對外來講 那麼在北重期 在他的這個北重期 這個李孟勝是在北重期 那麼北重期有他的這個學生林靜宜 來退出這個參選北重期的這個立委 那個北重期的這個立委 那林靜宜本來是要這個競選 那麼他被增長做不分區的這個立委 所以騰出來的這個區域的這個立委的選舉 就改由台原的這個劉國郎 來代表這個立委出征 那麼李孟勝在了解的情況之後 也大力支持劉國郎 他找了一百人用一個半月的時間來密集打電話 請大家支持劉國郎 這些的費用都是有李孟勝自己拿出來的 那麼協助多位政治人物登上大位 這個李孟勝自開始自結束都堅持不要 因為政治這條路他看得很清楚 那就是你在外面來幫忙 大家都是尊敬你 但當你一旦進入到了這個政治的大籃缸裡面 原本的這個同志 那麼馬上就會轉為攻擊你 這個政治其實是勾心鬥角很厲害 另外這個是李孟勝李醫師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雖然是幫助這些政治人物 但是他不搭入這個政治群 這個是他看得很清楚 就是一旦大陸 比如說原來是朋友人家尊敬的 但是進入了這個政治群 變成會內鬥 所以他看得很清楚 他願意幫助這些政治人物 但是他不搭入政治群 所以多年來不管是服刑哪一位政治人物 他始終都是站在這個側翼 扮演一個協助者的這個角色 他告訴自己 扶選對象一旦到選 他就要擔起監督的這個責任 而只有站在政治的大欄杆外 不求一人講話才能夠大聲 對已經當型的這個政治人物說真話 而這也是他接下來會對蔡英文跟執政團隊做的這個事 也就是說他幫助蔡英文能夠在四年多前成立的這個小英之友會 幫助這個蔡英文能夠當選這個第十四任的這個總統 那麼跟蔡英文這些團隊 接下來李莫勝就會用監督的這個立場 來對於這個蔡英文的這些團隊 跟蔡英文本身做一個監督 那麼對於這個李莫勝的這個意思啊 他能夠出錢出力來幫助這個小英呢 那麼在他敗選以後 那麼在他敗選以後 這個跌入這個谷底以後呢 那他重新呢 挑起了這個重擔 然後呢 到一路走來呢 能夠呢 當選第十四任中華民國的這個總統呢 這個背後呢 也是有很多人 來這個支持 那麼從這個李莫勝 能夠幫助這個蔡英文呢 成立小英之友會的總會 還有呢 分會總共呢 大概有十萬人的小英之友會的這個會友呢 那我們從他的這個舉動 那我個人呢 也觀察了許多的這些醫生 他們為什麼願意呢 來幫助這個民進黨的這個蔡英文 我們呢 由此可知呢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人民呢 希望台灣的這個政治呢 能夠呢 更為自由民主 能夠呢 用腳踏實地 來為台灣這個國家呢 這個社會 為台灣的人民呢 來 這個服務 來貢獻 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也讓人民呢 能夠呢 在這個國度裡面 能夠呢 更好的這個生活 更有這個尊嚴 這個呢 也就是 我 也看到了 很多的 知識分子 他們呢 為什麼願意 來 來 把他們神聖的一票 投給 蔡英文的原因 那麼這一個呢 也表示呢 現在 我們的 這個 在這個 國度的人民呢 眼睛呢 也是雪亮的 這一個呢 素質呢 也已經呢 提高 不像過去 不像過去 的這一個 人家 叫你怎麼樣呢 你就怎麼樣 那麼 人民的眼睛 人民的思考 他的視野呢 他的視野呢 都可以呢 有 明確的 能夠呢 自我分辨 把 自己神聖的一票呢 投給 真正 能夠為 台灣 這個 國家 這個社會 也為 兩千三百萬 人民呢 能夠真正 有所 這個 幫助 的這個 神聖一票呢 投給 這個 小英 所以呢 呃 才能夠呢 呃 在這一次 兩千零一十六年 一月十六號呢 呃 這個 小英呢 能夠獲得的 六百 八十九萬 四千七百 四十四票 的這個 高票呢 來 當選呢 中華民國 第十任 第十四任 這個 總統 啊 的這個 高票的 當選 那麼 當然我們 也 預祝 未來呢 呃 臺灣 中華民國 啊 的這個 這個 國家呢 我們 未來呢 能夠呢 更能夠呢 這個 對於 各方面呢 不管 政治 經濟 社會 科技 教育 文化 等等 能夠呢 更為提升 也希望呢 我們這個 台灣 中華民國呢 我們 能夠呢 在 世界上呢 更能夠呢 獲得的 民族 自由的 這個 國家 的一個 認同 政府 當然呢 我們 最重要的呢 也就是說 我們兩岸的 這個 關係呢 我們也 希望 我們 隔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能夠呢 啊 對 台灣 中華民國呢 那麼 能夠呢 更友善 我們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 的 人民呢 我們是 非常 願意 而且呢 能夠呢 有 很大的 希望 兩岸 和平的 意志力 那 我們呢 也希望 對岸呢 能夠 了解 我們在這邊的 自由民族 人權法制的 國度裡面 我們呢 會呢 更為 這個 進步 當然呢 我們也尊重 對岸 十三億人口的 這個 在那邊的 這個 制度呢 我們也尊重 那彼此能夠尊重 能夠呢 這個 相互相成 這個呢 我是 認為呢 我們在台灣 中華民國的 這個 國民的 一份子呢 我們在這邊 已經 從 出生到現在 我們都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 歷經了 我們這個 專制 威權 還有戒嚴的這個時代 到解嚴 到這個 總統的這個 直選 還有呢 政黨的輪替 已經 第三次的這個政黨輪替 那麼也表示 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 我們的這個 人民呢 我們的公民呢 也能夠 有這個 比較高度的這個素養 政治的素養 能夠呢 選出 我們真正 需要的這個 總統跟副總統 好 那麼當然呢 在 在 我說了 39歲以下的 現在我講39歲以下的 這些 新生的一代 那麼 尤其 35歲以下的 這一些 年輕人呢 他們 完全呢 是在 自由民主 法治人權的 一個 社會的一個 國度裡面 來 行使他們的 這個 光明的這個 權利 所以呢 他們在 自由民主 人權法治的 這個台灣 中華民國 的這樣一個 國度裡面呢 他們呢 當然 他們 看到的 就是 自由民主 所以呢 我們 希望 對岸 能夠呢 尊重 台灣的 這一個 自由民主 人權法治的 一個 社會的 一個 國度 當然 我們呢 我個人呢 也一直呢 在這個 網路電視呢 我們在呼籲 對岸 能夠呢 尊重台灣的 這個 自由民主 人權 法治的一個 國度 我們 也 非常 的 這個 表示呢 啊 對 中國大陸的 這個制度呢 表示呢 這個 尊重 那麼 彼此呢 能夠在 對等 和平 尊重 的一個 情況之下呢 我個人 相信 兩岸呢 能夠 永久和平 共存 這個呢 當然 我也希望呢 是 能夠呢 是 大家的 共同的 這個看法 好 那麼 呃 今天的 一月 三十二 二千零 一十六年 啊 不管是 這個 公家的 或 民間的 這個企業 或是團體 今天 還是呢 上班 就是 禮拜六年 來補 下個禮拜的班 那麼 呃 也就是說 啊 提前呢 來上班 補嫁 那當然 我個人呢 今天 呃 我 上午呢 利用這個 台灣情 的這個 節目呢 我 個人呢 還是來 電台 那麼 在此呢 跟各位呢 呃 先 呃 拜個這個 早年呢 這個春節 假期呢 愉快 那麼 那我們下次呢 再會 會 得到 這個 快 著 著 他說 由 你 全部 中情 心海的白哪里 你敢知道何地想念你 转转的海风声